迪士尼乐园和海洋工说 考虑到旅客和员工干拳 今天在暂停开放 直至另行通知 会为已经买票的旅客安排退款 林心义报道 迪士尼乐园早上拉闸 有保安把守 门口就动了个牌 说为了配合政府防疫工作 暂停开放直至另行通知 落转无无雨 有旅客来到摸门钉 我不知道 所以我很气愤 我很生气 真的好生气 我跟你讲 我现在要投诉 不知道 我们已经买了票了 但是为了疫情 不开了都可以理解 没问题的 海洋公园就用铁马围风 说会视乎情况公布 何时重开 有旅客批评通知得太迟 我花了这么多钱 我没可能说不来的 我们全部都网上订的 你应该立即有通知 你完全没有通知 海洋公园和迪士尼乐园 早上9点多发新闻稿 说考虑到奔客和员工的健康和安全 决定暂停开放 会为旅客安排退票 持有受影响日期的标准门票 晚间入场门票和学生门票等等 公园会直接安排换票又或者退款 如果是经由公园授权的旅行社 又或者售票平台买票 就要用同一个渠道退钱 至于迪士尼乐园 度假区酒店就会维持运作 乐园说如果有需要 都会安排退款 有线电视记者林芯仪报道 一手掌握 有线新闻